指尖鴨半熟蛋液緩緩流洩而出 光在IG滑到就令人食指大動 CNN報導調查發現 現在餐廳想要吸引人潮 靠的不再是食物的美味 而是一張張吸睛的美食罩 擠滿鮮奶油 疊上彩虹糖的奶昔 色彩繽紛的賣相好吸睛 而這家主打漢堡的餐廳 竟靠著這杯奶昔橫掃IG 病毒式的洗腦吸引點閱 人們一直在拍照 我們說 這裡有什麼事 我們總是有強烈的Instagram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 以狠狠的餐廳 我認為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從狠狠的餐廳 到餐廳的餐廳 到音樂 設計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不懂拍照 不會發文無訪 有業者受到IG商機 專門替餐廳包裝品牌 小到印有字樣的糖包菜單 大到環境外觀 幾個月後 我們看到 人們在Instagram的糖 所以我們真的在靠進去 正好話題搭上美食罩 果然幫餐廳 新以13.2萬追蹤者 不過賣相重要 口感還是要顧 不少民眾就說有彩雷經驗 看到很好吃 然後就特別去 然後就跟照片上不一樣 然後就很想走出那間店 日系森林的網美店 BROWNIE就是吃起來很乾 或是飲料看起來漸層很美 但是喝起來就是很像色素 看到就是實際有點縮水 然後又其實根本沒流出來 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色澤一定會有落差 因為他們都有調光 就是會把它拍到最好看 社群行銷就像把雙面刀 美食罩可以快速達到宣傳功效 但顧客用餐後發現實體不佳 餐廳壽命也不長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